中麦当劳让全世界了解了汉堡吗 继续 我的意思是 你干嘛只在校园里 开办免费的武术班 为什么不在校外 开设正式的收费武馆呢 将来也许你的武术 能像麦当劳一样 在全美国开设许许多多的连锁店 既能让人了解 又能有收益 你这个创意真是太好了 连锁武馆 天哪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琳达 我都有些等不及了 连锁武馆 太棒了 你真是个可爱的大男孩 琳达 在练功的时候 我发现 你和他们不一样 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十 十 是 我没有 又发现 支 紫 雨淡 作編 Hinter 你 姐姐姐 是 我告诉你 缘分是一句中国话 意思是 两个人就像是 上帝安排好的似的 他们命中注定 是要走到一起的 并是愿意分离 我今天非常愉快 我也是 我要进去了 林大 什么 我可以闻你吗 大人 明天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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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牧村 小龙 我一直在等你 这么晚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跟我走 我找你有事 去哪里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到底什么事啊 好事 好事 什么好事 小龙啊 我跟你说 来 这是什么地方啊 来 你看 这里至少能容纳三十名学员练功 你不是一直想开武馆吗 现在你可以实现了 你把酒馆卖了 帮我办武馆 我跟你说过 你绝不能把酒馆卖了 帮我办武馆 那是我的事 与你无关 什么你的事 你卖了你的酒馆 用这些钱帮我办武馆 就是我的事 你这样做 绝对不行 小龙 你有你的理想和目标 不是酒馆 是武术 好 不要再说了 你这样做 只会让我一辈子心里不安 我绝不同意 绝对不行 小龙 合同已经签了 半年的租金也付了 你要我怎么办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说过的 绝对不允许你这样做 我不会在这里办武馆 小龙 小龙 我这么做 也不全是为了帮你 要知道 要知道 我那家酒馆